日前国内鸡蛋短缺 农业部专案进口鸡蛋 但却引发争议不断 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继首度松口表示 在未来将会透过调整关税的方式 而以目前来看 进口关税达到30% 营业税要5% 让他们的成本都是偏高的 未来将会由业者自行进口鸡蛋 不用再由政府来做 而至于启动的时间 降多少关税 是否限时限量等执行细节 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规划当中 把蛋打散铺上蛋饼皮 再尖刻荷包蛋 鸡蛋可以说是早餐店 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 过去为了解决蛋黄 农业部进口上一颗鸡蛋 却因为臭蛋上起问题 让国人对于进口蛋失去信心 还要花钱报废 眼看争议不断 农业部决定改变策略 首度松口将以调整关税的方式 让业者自己进口鸡蛋 在规划说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贸易上自己来进口 然后政府单位是 用降低关税的方式来执行 未来要建立鸡蛋库存量 不再一间扛起 打算交给民间来做 至于启动时间 这样多少关税 是否限时限量等执行细节 都还在规划当中 但即便鸡蛋到案后 相较本土蛋有价格优势 只要再加上进口关税30% 还有5%的营业税 对不少业者来说 成本就会过高 再加上国人 现在一听到是进口蛋就聚买 只怕愿意进口的人 少之又少 海运的话又需要时间 有时候可能两个礼拜 蛋就会突然剩很多 如果你进来还要再加上关税 还有营业税 这样加上去的话 可能就是不符合 我们现在目前的成本 不要说加多少 一个蛋的话 如果加5毛钱 人家都不会买了 一斤就多5块 进口蛋人家都怕怕 要进的话意愿很少 面对今年可能还是会有 极端气候或者疫病影响 国内鸡蛋不排除 会再加大缺口 要如何增加业者的进口意愿 同时保障国内蛋农 农业部还得再好好规划 记者未评许修明的报道